第一个,今天的话是第六次上课 那上一次上课的话基本的重点 大概就包含几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开放资料 我们是抓那个就是开放资料里面的 窃盗相关的资料来练习 那其中的话我们是找那个 所以你Google开放资料这个关键字 那一定会找到政府开放平台 那你在这个平台里面我们是找那个窃盗 那当然窃盗跟治安比较有关 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可以找一下窃盗或者是其他的关键字 或者是抢夺啦或者是等等的 那这边会列出这个 它会按照浏览次数帮你排序 那目前看到 那第一名是这个车辆窃盗车牌 那我们上个礼拜练习的是在大概第六个吧 OK然后找到那个住宅台北市的住宅 切到点位资讯 那这个资料里面的话当然 他理论上会给你几个比较重要的讯息 第一个当然就是他的栏位 总共有几个栏位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他的提供的档案类型 那目前当然最多的是CSV 其次的话当然就是Json 这其次就XM了 那也就是说如果你将来 要这个像 也就是最常用的这些档案格式 如果你都可以学会怎么样爬取资料 另外的话做一个资料的解析 因为你要知道说像CSV斗点隔开 那尾巴一定是换航 如果你知道之后的话 那就很方便 只是接下来怎么样利用那个Excel 帮我们把资料做一个剖析 然后可以很轻松的放在Excel里面 那当然CSV比较简单 因为CSV它的基本架构蛮简单 就中间加斗点 尾巴是换航 但是呢 后面我们会提到 所以后面其实你们可以点击 那个简视资料里面 其实底下它还提供XML跟Json 你会发现最多就是三个 那各自当然有各自的优缺点 我想如果时间的话 你们可以再自己了解一下 那个像维基百科XML其实也有 那上个礼拜的话 基本上我们是把这个资料 如何扒取下来 然后并且取得 我们之前有做过 取得那个年 然后可以知道说 那个到底历年来的切断按键是增加还减少 那其他还有什么编码方式 可能要注意一下 这边它也会跟你讲说 这个里面提供的是一个BIG5 如果BIG5的话 你假设用Creditable下载 那记得要用950 就是那个Pattern Phone 那另外的话 如果UT8的话 记得用那个65001 OK 那下载资料 我上次好像跟各位讲 你要抓的话 因为台北市政府的提供资料 好像直接从这个网址下载 用Creditable会出错 所以上个礼拜 我是请大家去下载的时候 是抓这边的这个链接 好像它上面链接跟下面链接 其实是不一样的 OK 下面链接就没有刚刚讲那个问题 那我们就把这个资料 找到之后的话 当然你也可以练习 除了台北市之外的其他资料 那我们基本上的话 就是学习怎么样把资料 就是扒取下来 那理论上这一段程式码呢 你云端上也可以找得到 基本上的话 当然第一个 你要先插入一个模组 那里面的话 基本上我会把 那个上个星期的程式码呢 放在云端白板上面 各位如果找的话 应该可以在云端白板上面 这边可以找得到 在云端白板上面 的页数其实还蛮多的 所以你们往下找一下 那理论上可以在 这个云端白板上面的第几页呢 这上面有 那你可以看到 这边有一个范本 就是住宅切到 下载这个Sub 你可以把它Ctrl-C 理论上的话呢 利用这个范例 那就可以很快的把资料给抓下来了 当然呢除了用这个范例之外 后面我还会讲 像另外 我好像在云端上也有提供一个叫 用XML HTTP的一个物件 也可以爬取这个资料 那所以呢 这个范例里面其实主要有两个重点 需要做变更 也就是你可以拿这个当范本 第一个的话就是这边 这个是网址部分 那这个网址 基本上的话你可以从那个刚刚 我们这个台北市政府 这个点位资讯这边 你可以直接点CSV按右键 复制连接网址 然后直接就把这个网址 贴到这个TEST分号后面 这样就完成第一个动作 那第二个的话 当然预设如果是950的话 那它是BIG5啦 不过 其实理论上目前看到 假如你遇到是乱码 其实它有个方法 比如说你原来 假设你用950 你执勤的话可能会是乱码 它出现会下载 OK那下载如果说 你遇到这样的状况 其实很简单嘛 你就是把它改成65001 这样其实也是一种方式啦 因为目前看到 不外乎顶多就是BIG5 不外乎就是65001 所以这其实还蛮好判断的 如果乱码 那你就换一个就好了 OK 那另外的话呢 如果我需要统计年的话 那你必须要产生一个年的栏位 所以以这边来看 如果没有年 那我们其实是做什么 按右键插入 插入一个年的栏位 上个礼拜做的啦 然后呢 再来什么 再来把这个发生日期的前三个字 把它抓出来 所以可以用Lapt 然后这个里面的前三个字 OK 那你把它向下填满 年就出现了 那区的话呢 当然一样啦 这个地方你可以怎么 这边再加个区 那区的话其实也蛮好理解的 因为它刚好在 地址里面的第四个字 取三个字 所以其实这个也还蛮好解决的 所以插入函数用MID 然后地址里面的第四个字 那要取几个字 取三个字 OK 那你就有点像填空题吧 把它填进去 然后向下填满 这怎么停下来 OK 理论上如果它旁边这边有资料 理论上它会跟着追踪啦 OK 那所以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资料 把它这样 把它这个公式填满 OK 填满到这个边界的最下面 那这个 这个是不是 这笔资料有问题还是怎么样 还是怎么样 我来向下填这个 那再来比较会有问题的 这个等一下再看看什么问题 理论上如果 它右边的资料 假如是 是这个空的 不然的话 我看这边快速填满 把它自动填满 那今天的话 当然我刚刚讲这两个栏位 主要是因应 我后面需要做 这个枢纽分析 也就是说 如果你要用枢纽分析表 大概有一个概念 也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要统计 历年的 住宅切到 那你一定要先 产生这个栏位 如果没有这个栏位的话 那基本上你是 没有办法去做 这个统计分析 所以一定要先产生年 然后呢 把年的栏位呢 放到底下 然后呢 再计算它的数量 这样就可以看出 历年来的这个切到按键 那区也是一样 那如果 我要一个比例图的话 大概是这样 那另外 当然我们上个礼拜也有提到 有关就是 如何录制聚期 并且做修改 那另外的话 衍生一下 就是说 如果我希望呢 但这一题相对 比较困难一些 比较复杂一些些 如果我想要知道一件事 就是台北市 到底哪一条 应该是什么 哪一条街吧 或者哪一条路 或者哪一条道吧 道应该就是市民大道吧 OK 到底呢 哪一条路 哪一条街 哪一条道 它的那个切到按键 出现的次数最高 那我希望得到前10名的话 如果今天有这个需求的话 那我应该怎么做 当然呢 第一个你需要这个栏位 如果没有这个栏位的话 那你就没有办法做后续的 这个统计分析 所以呢 我需要第一件事情 先产生一个路接到这个栏位 那接下来的话 当然我需要把这边的资料 把它剖析到这边来 那可是问题 那我要怎么样剖析呢 那当然呢 如果理论上 它这个资料呢 是有固定位置 比如说像刚刚这个区 就比较好解决 我用MID 第几个字 区几个字 那刚好都三个字 那OK 可是问题 那个路接到 它有了三个字 有了四个字 应该没有五个字吧 OK 所以可能 要不就三个字 要不就四个字 所以其实这边的话 就比较麻烦 那我们要怎么样可以抓到那个 我们要的这个路接到的名称 比如说厦门街 直接怎么样 把它放到这里 当然不是叫你图法链 如果图法链要三千多次 C-C-V 要做三千 那当然呢 一定会很浪费时间 所以 理论上我们需要抓到一个 一个它的规则性吧 所以这个当然你就必须要想想看 有没有什么方式 当然最简单的方法 当然你可以从Excel里面的函数里面想想看 有没有哪个方法 当然我原则上我想到的 可能就是类似之前那个抓刮斧里面的资料吧 也就是前面是前刮斧 后面是后刮斧 那我要刮斧里面的资料 那这个地方它不是刮斧 可是我们可以抓到一个原则 像这个 这个接 它前面 可能出现的字 要不就区 要不就离 要不就零 原则上大概就这样 不过因为它这个地词没统一 所以 有的有零 有的没有零 有的有理 有的没有理 有的有区 有的没区 那还好大概是这样 反正它最少 最少一定会有区 然后呢 再其实就零 再其实就零 OK 所以呢 如果我只要知道它开头是在哪一个字 那我就把它 要用MID 在它的这个位置 向右一个字 那我再来的话 再算它 这个 有几个 就是它的那个 它入接到有几个字的话 那我基本上呢 就可以把这个资料 自动帮我把它转移到这边了 那只是要怎么做 大家提示一下 第一个当然你可以用什么 用FINE函数 你比如说这边的话 可以用文字类里面的FINE 那FINE的话呢 当然它会寻找 寻找什么呢 寻找 比如说我先寻找 我的习惯是先找有零的这个好了 OK 比如说这个 F7 里面有零 那我就是用寻找函数 FINE 所以文字类里面的FINE函数 那我用它去帮我 FINE函数的话 有三个参数 第一个是要找什么字 要找零 所以你就打一个零 那第二个的话呢 再来 我要去哪边找 OK 那你跟他讲说 在F7里面找找看 那因为我找的F7里面是有零的 所以他会告诉你 第十一个字是零 OK按确定 好 那当然如果你有这个资料之后 因为刚好它是三个字 所以如果你有这个讯息的话 当然啦 将来你就可以再利用什么 用那个MID 最近使用过MID 直接跟他讲说 地址里面的 第几个字呢 0后面加1 然后取三个字 那就终成路了 OK 但是前提是什么 要有零的 所以啦 如果地址里面都统一 都有零 那就好解决 可是没有的话 那你就要想别的办法 所以喔 第一个 你可以先试着用什么 用那个啦 先用FINE 但是问题有的有 有的没有 那我怎么知道 有的它会显示出 什么呢 它在第几个字 如果没有的话呢 它会显示出什么 显示出它这边会有 一个紧的Value错误 那也就是说啦 如果找不到 那个有零 那个字 它就会显示错误 那如果有错误的话呢 我们可以用逻辑判断 那判断的话 基本上第二个 你可以再利用有一个函数 那个函数 叫做 如果 逻辑里面 如果发生错误的话 就是ifl 如果 它找 那其实白话意思 应该是 如果它找不到 这个 零这个字的话 那 你就接着 帮我找找看 有没有里这个字 如果有里的话 那你告诉我 里的位置在哪里 那如果里还是没有 那再帮我找 找区的位置 那只要找到 这个位置都有的话 那我在找什么 其实后面在找路街道的位置 把后面的位置 剪到前面位置 那就是它几个字 OK 所以请各位 先试试看这个部分 好了 把上个礼拜 的这个练习 再先打开一下 然后 试试看 延伸 刚刚讲的这个练习题